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又为何姑妈着姐 离别焉也好过 我又为明天忧虑 自要信主地应许 我每天要与主同行 人为你是生命主 又去到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适当 但我知你将冠会帖 我又知你 你安心 其实这首诗歌是编写自一首英文的经典诗歌 原本那个英文诗歌的作者和作词人都是他 叫Staniel 他在一宫车祸里面丧失了的妻子 所以他说 我真的不知道明天是怎样 但他知道掌管明天的主 今天可能我们都未必进入人生的休谷和高山 但我们每天有没有为到明天忧虑呢 是否为到基本的需要而忧虑呢 但耶稣跟我们说 他是生命的主 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他是护理主 他是创造主 他说到 天父会康顾麻雀 亦都会康顾我们比麻雀这么贵重的人 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我们吃什么 学什么 穿什么 其实天父一早知道 他叫我们 要先求神的觉和意 的意思就是 信服神的主权和安排 以及 依去自己的说话 来行事为人 诗歌里面 有说到 有很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释透 咦?这么奇怪的? 我们以圣经便知道神的启示 是的 《生命记》29章29节说到 神的旨意是有两种的 一种是明显的 明显的启示在圣经里面 说到我们的人生之始 和人生之中 已经说清楚了 但是呢 另一种的启示 另一种旨意 是属于奥秘的旨意 是属于神的 举例 约瑟 他真的不知道明天 他要脱下彩衣 穿上奴隶的衣服 和酬劳的衣服 他明天是更苦更苦更苦 但是他回头知道 哦 原来神掌控这一切的事 让坏事变成好事 让他能够到宰上的位置 都是为了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或者我们都试过 回头看 有很多坏事 原来是好事 有很多人生的低谷 原来是带领我们 归信耶稣 更加爱主 更加成圣 所以 我深知你掌管万有这首歌词 最后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知道 你掌管每一天 也都知道你每一天 都是牵带着我的手 愿你和我 都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的生命主 让他掌管我们的人生 无论我们要不让他掌管人生 其实他都在掌管 只不过我们在他掌管之下 我们能够有一个安然安息安心 愿主赐福给大家 我深知你掌管万有 大少师八师偶然 那又会哼姑妈着姐 你别焉也哼姑我 我又为明天忧虑 自遥信主的应许 我每天要遇着同行 人为你是生命主 又去到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逝够 但我知你掌管每天 我亦知你 我亦知你 我手 我识悠空 都要遇着 你 我感觉 你 我识悠空